明家书宝 明家指路 榜上有你 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 本栏目由明家传媒 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曾汉光 明家传媒首级鉴定师 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 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 明家传媒明家说宝栏目 首席专家 各位常友 大家好 明家说宝 今天跟大家 讲一下 龙前瑶的 相关知识 同时也介绍一下 今天这一款 龙前瑶 克华 克华 蚕之年 盖棺 龙前瑶 它的历史 是在 五大民谣 之后 它是六代瑶旭之一 它的历史是很长的 从三国 西进 一直到明代的末期 龙前瑶的发展是 它就这样 一共人人从三国到明代的末期 就是清代的康西早期 这段时间是龙前瑶期发展有1600年 然后龙前瑶呢 它不同时期的这些器材 它也有不同 包括它的用 包括它刚才讲的历史 以及它的工艺 它的工艺 它有刻画 有画画 还有贴书 它还是很好的 龙前钦此 胎骨叫后 胎吐荡徽 地族漏胎处 剑折褐色摇红 胎为初烧 幼的剥画成功好 幼层半透明 幼表光泽很强 装饰以幼下课花为主 此件藏品 气形完整 具有原末名初的 时代特征 它的一个特征 在什么地方呢 龙前瑶 龙前瑶 它一般烧了以后 用水 它的肉 比较肥厚 用放在镜来观察 它里面有细小的冰凉纹 从它的发展 在鼎式的时期 龙前瑶是在宋代 它是最肥厚 而且它的质量 包括胎也好 用也好 工也好 它是在整个龙前瑶 1600年的发展 是在宋代是最好的 然后再就是元代中小期 它的发展是在鼎盛时期 就是这么一时期 另外今天这一款 龙前瑶 肠子莲 画花 这个盖棺 这个盖棺呢 从它的气形 气形来看 它一个右手扣 手工拉拼 特别是画花 它这个花 和它的右质量 这些条件来看的话 它是应该是在 元代的末期 清代的早期 这个时期 出场了 因为它这个整个气形 它的右手扣 氧化 右下氧化的程度也好 是它工艺也好 它是到了元末以后 它就比较粗糙 然后 鉴别龙前瑶的 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 它的气体 不是平足 不是平足胸胎 它是 里面是结 它的气形 从它的胎 右 它的画花 这几个特色来看 它的这个气形 它是五福 平均 平均 下下收 它骨头 所以这个气形 就是原代 这种气形 所以它这一款 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龙前瑶 盖管 这个气形 是比较大的 从做工方面 它也是比较难做的 所以 我们 认定它 应该是 圆末 龙前瑶 这种 先是 画画 一个盖管 所以这个盖管 有这么大的气形 也有几个那样的历史 所以 还是值得我们大家 要好好地收藏 是吧 好好地把它发扬光大 在我们 是吧 我们收藏 收藏 爱好者手上 还是要 是吧 取决而已